兄弟們今天我們要進行兩種測試 一種是用各種方法來策略我們的大卡車 另外一種就是駕駛我們的車輛去衝過全面的旋轉封測 那麼接下來就開始我們今天的挑戰吧 稍微想這封測轉的還挺快的 過去要走節奏 哎呀我的車屁股都被敲到了 但是沒事車子還能走啊 進入先走啊 啊封測把我的車桶給它往下敲了 沒事我們的車子通話可以多試幾下 接下來我們來提高難度 我們直接在一輛工具車後面 拉上一輛我們的房車 我們來看一下這麼長的車 能否通過前面的風車啊 來吧往前走 注意了啊 哎呀我就知道會這樣 真有你的 本來通過就這麼難了 你居然還在工具車後面拉著一輛房車啊 這麼長的車怎麼通過去呢 接下來呢我要開車輛夜車 到底想要看我這輛夜車的表現吧 注意了啊 現在我們看準了 哦 都要通過去 哎 等一下我還要說要衝過去呢 啊 這倒楣啊 你這絕對不就跟前面拉著 房車的工具車一樣嗎 啊 白白這麼短的車啊 接下來看我的啊 我應該能通過去的 哎 底下過來了 注意 哎呀 好吧 我既然把車子跑偏了啊 過了一個風車了 結果呢 車子沒控制住啊 好吧 既然 咱們短的車子沒用呢 穿得下 接下來呢 我開車輛公交車 我們試駕公交車的表現啊 啊 你別丟人了啊 一火呢 一定要穿過第一個風車 我目前為止呢 還沒有穿過一個風車呢 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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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速啊 簡直就是給我面子啊 啊 這個車子確實太長了 我發現他的速度不夠快 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開上一輛超級跑車 加速 哎 這一下啊 車子還是被打到了 最後面呢 我沒辦法控制方向盤啊 我們再來一下啊 我們還是拍出速度很快的 這個超級跑車啊 繼續來 往前走 衝過去 我也這一下 過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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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啦 哈 還是方向盤沒有把握好啊 超來一下 沒事吧 我們還有最後一輛車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輛車的 能否通過前面的風車啊 給一點力啊 你就是最後一輛車啦 如果你再挑戰死了 我們就沒車了 來吧 哇 第一個風車過去了 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 哇 第二個也快了 第三個 第三個過去了 不錯啊 大傻 今天要讓你成功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對卡珍呢 進行一個損位測試啊 首先呢 我們是在地板上 放上了我們的炸藥 我們來看一下 哎呦 這輛卡珍的車身呢 直接被炸沒了 就剩下底盤了 這威力有點強啊 第二種方法呢 我是準備模擬卡珍呢 突然故障 停在前骨的中間啊 這個時候呢 火車撞進他 你看嘛 我火車那也脫歸了 好 那第三種方法呢 我是準備呢 通過前面的這個 旋轉輪呢 把卡車帶飛啊 然後在前面呢 我們放上了油箱啊 哇 這一次的爆炸威力呢 直接把這輛車子的車身呢 給炸沒了 最後面還是剩下底盤啦 差點想啊 你的第三種方法 威力不錯啊 那接下來的 第三種方法呢 我是在前面的跳台底下呢 放上我們的油罐車啊 如果它的運氣好的話 可以飛越油罐車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這大家還在面前啊 你這都是設計好的啊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卡車呢 放在一棟熱尾樓上 然後呢 突然模擬地震啊 這個時候整棟樓呢 坦塌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卡車 哎 這一下呢 還好啊 車子呢 沒有錢稅啊 你這不行啊 接下來我的第六種方法呢 是將這輛卡車呢 從這一個 集裝箱的這個樓梯上開下 哇 這麼高的這個集裝箱 它如果掉下去的話 基本上會摔沒了吧 哎 現在滾下去了 哎呦 我們來看一下 車身這邊呢 已經沒了 還在那底盤呢 哎呀 但是呢 運氣比較好 就被卡在這個位置了 那你這也不行啊 接下來呢 我要用一顆大球的 來砸碎這輛車子 哇 這一下 簡直就是 直接把它給壓扁啊 啊 但是啊 這就是我的第七種方法 接下來第八種方法呢 我要將我們的卡車呢 直接開過前面的這個龍岩湖啊 然後讓它直接掉下去 哇 這輛車子呢 全部起火了 哎 但是它的車子呢 目前為止呢 沒有直接被燃燒碎啊 哎 超雷家 你看你這威力也不行了 啊 最後面掉下來的時候呢 啊 車子呢被壓扁了 好的 我們最後面來看一下 我們用電火車呢 來撞擊這輛卡車呢 會產生怎樣的撞擊威力啊 加速衝起來 來吧 這個速度夠快吧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卡車呢 還是橫停在這個鐵圈的中間 哇 這一次的撞擊威力太強了 卡車呢 直接被撞爆了 好啦 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啊 我是超雷俠 喜歡我的解說 記得點贊加關注哦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